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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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好到 他们现在每天都想在那边聚会 然后儿童也是感情非常的好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全教会的一个 很大一个合一 我们下一半应该会有个短片出来 那就很好 那明天九月呢 我们会在 Albert Church会再办另外一个退休会 但是那是一天的 不会住在外面 这是当天来 那是请刘童牧师的师母 刘培雷 刘培雷师母 刘梅雷师母会来 带领我们就是讲 像圣灵充满方言这一方面 所以 你那两个退休会 大家不要miss OK 来跟隔壁讲一下吧 你明天不要miss教会的退休会 好像只有几个姐妹比较认真 来跟大家讲一下 明天你不要miss教会的退休会 阿们 好 我们在这个暑假 暑假要结束了 小孩终于要开学了 这是很多父母的福音 那我们在这个暑假呢 我们用了七堂的族日讯息 讲到在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的七个神迹 每个神迹都有他读 我觉得很非常特别的一个应用 跟这个里面的这个真理 我们需要好好的花钱来祷告 那我们今天来到最后一个神迹 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 耶稣使拉撒路复活 这个神迹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迹 但是因为太长了 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不可能全部讲 我也不会讲 里面重点真的很多 我也不会讲所有重点 我挑三种来讲 我们现在一起读好不好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一到六节 好 来 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 住在伯大宁 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 玛大的村庄 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模组 用头发擦擦脚的 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 他姐姐两个就 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那是我们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耶稣述来爱马大路 住了两天 阿们 愿主主方的话 第一个重点跟大家讲 叫做拉撒路效应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两回解释 拉撒路效应 首先在第一节呢 三姐弟出现 大姐是 马大 二姐是 玛利亚小弟是 拉撒路 拉撒路生病了 他生病 当然这不是一般的感冒 这个发烧 是很严重生死攸关的病 所以呢 两个姐姐又 差人要去 请这个耶稣来 这个医治 拉撒路 那当时你要知道 当时是没有简讯 没有医妙的时代 所以你要叫人来 是怎么样 你要猜人去的 那耶稣离这三姐弟 有多远呢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 在这个 在这个约翰福音 第十章 就是十一章的前一章 我们大概知道说 他当时呢 耶稣在约旦河外 释起约翰 一开始释起的地方 这个四十节这么讲 那当时这个约翰 是约翰所释起的地方 在这个 这个伯大 他们叫做 约翰河那边的伯大尼 那离这个 耶稣离旁边的伯大尼 这个距离呢 大概是这个 二十英里 走路大概是 两天的路程 所以这两姐妹 应该是马大 我在猜 在要传话给这个 宋信的小哥的时候 应该是琢磨了一下 说 宋信的小哥 麻烦你 少个信 告诉耶稣说 拉萨路病了 那宋信的小哥就说 好地 我要出发了 好 等一下 你先不要走 后来 然后呢 马大说 这样讲不行 他说 耶稣服饰这么忙 这样讲 他可能 手边服饰 放不下来 就是 小哥 你跟耶稣说 你所爱的病了 马大想 这样一讲话 耶稣肯定 就会来了 这三姐弟的关系 跟耶稣 真的是很好 马大烧了一手的好菜 玛利亚呢 很会倾听 弟兄们 如果你是担心的话 你碰到一个姐妹 她很会烧菜 要很会倾听的话 怎么样 马上娶回家 开玩笑 没笑 Anyway 这个马大 真的很会做饭 什么牛肉面 山东大饼 不在话下 所以耶稣跟门徒们 经过这个 伯大林的时候 马大就会招待 耶稣跟门徒们 来吃饭 让他们兵之如归 那第五节讲说 耶稣 耶稣他素来 爱这个马大 跟他的妹子 并拉撒路 这个爱这个字 在希腊文是 阿卡佩奥 是最高的爱 希腊字里面 有不同层次的爱 这最高的爱 讲到神的爱 是耶稣 真很爱 这个三姐弟 但是问题出现了 在第五节 你读 第六节 当耶稣听见 拉撒路病的时候 怎么样 耶稣做了什么事情 就在所居之地 人住了两天 人住了两天 这个很特别 河本他在翻译 这个诗音的时候 他有一个希腊字 没有翻 这个字 它没有翻译出来 那英文圣经 你读NIV跟 New King James 都有翻 就是so 第六节 他讲说 so when he heard that Lazarus was sick he stayed where he was two more days 就是他有一个所以 他没有翻出来 你说这什么特别 如果你把这个 所以翻进去 翻进去 就发现说 这也变成什么 耶稣素来爱 马大和他妹子 病拉撒路 然后呢 所以听见 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之地 人居住了两天 所以耶稣在 所在之地 多住了两天 不是因为 他有别的事情 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爱 马大和他妹妹玛利亚 还有拉撒路 我想跟你讲 我们所有信主的人 信主够久的话 一定会经过 这个拉撒路 这样的事情 就是耶稣缺席的事件 可能是你的家人 你所爱的人 生病了 甚至后来病危 过世了 可能是你的工作 你的经济 可能是你的身份 在办绿卡 可能是你的婚姻 可能是美国大选 你知道吗 这个结果让你很不满意 说主啊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怎么没有出现呢 主啊 你没有介入呢 你不是神吗 你不是无所不能吗 怎么没有出现呢 你早来个四天 我弟弟就不会死了 你早来个几天 我的孩子就不会出世了 对不对 你早来几天 我的房子 就被银行给收走 你早出现的话 我的候选人就会当选了 美国就有希望了 对不对 结果呢 神没有出现 为什么 因为他爱你 因为他爱我 所以他不出现 你知道你想不通 不明白 这是我说的拉撒路效应 你知道 以赛亚书有句话 我们当我们背吗 因为神的道路怎么样 高顾的道路 神的意念 高顾的意念 所以说事情是我们当下 想不明白的 那通常你看别人遭遇的时候 你会看得很客观 你就看开一点 不要想不开 其实怎么样 可是你自己在经历的时候呢 哇 主啊 心里过不去 这不对啊 不应该这样子 什么叫效应 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中国人翻译 英文是effect 这个叫做一个效应 效应是说一个事情 会影响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 我们今天所在的 这样一个属于的情况 不是 就是现在这样子 是因为有很多的事情 导致而成的 那我们中国人知道 什么叫骨牌效应吗 就是一个 或者叫蝴蝶效应 美国叫蝴蝶效应 会导致 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人呢 经过一些事情 或者多一些人 我们很care 我们很在乎 结果呢 神没有按着我们的期待 来回应 我们的祷告 这让我们不舒服 甚至开始怀疑我们的信仰 成为信仰的危机 要嘛 你像这个马大 跟玛利亚一样 在这个试炼当中呢 我们等一下会读到 他们对神的属性 有个新的一层的认识 然后灵命突破 信心再上一层 那也会导致一些人呢 像犹大一样 这个怎么可以这样 信心冷淡 远离神 甚至能出满耶稣 离开神 兄姐妹 你是马大还是犹大 你坐在这边 应该是马大了 你看犹大还坐在这里 但是你要 你先从马大的角度 来想这个事情 你想 每次耶稣跟门徒 来到博大你的时候 哇 我都请心招待 煮这个 煮牛肉面 沙通大饼 他们煮不是东东小吃 我先讲 就是 每次都吃得很开心 对不对 哇 你知道 那是一个物资 非常缺乏的第一世纪 好 那时候一个人的 一天的工资呢 就够买一天的食物吃 所以你知道 他们这样 招待耶稣跟这个 这个门徒 是自己 舍不得吃 拿最好处来 招待他们吃 所以呢 马大会想说 你看 我对你们这么好 把你们当了朋友 那你们一定 把我当朋友嘛 对 我这么爱你们 那你一定是爱我的 所以拉萨洛 是你最爱的嘛 对不对 我以为 当我最需要的时候 你会出现 你觉得有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耶稣你在哪里 在哪里 你知道吗 然后告诉我什么 我爱你 所以我不出现 你会说得了 这样的答案吗 很多人受不了 你知道我们所挣扎到 从来不是 神的presence 而是什么 神的absence 不是神的同在 神的不在 你知道 我们读经 我们祷告 服侍十一封建 传福音 我们做所有的事情 我什么都做了 结果呢 神还是没有出现 Why 为什么 Why 因为神爱你 觉得这个答案 什么烂答案 受不了 我不要信了 我太失望了 这是当时 马大跟玛利亚 所遇见的一个 信仰的危机 我叫拉萨路效应 这时候你要决定 你要怎么去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来看下 马大他的一个反应 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 就出去迎接他 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 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 神也必赐给你 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 仍然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三十二十几号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 主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 你说这个玛大看起来态度还挺好的 他还跟耶稣讲话 好像没有很生气 没有很失望 其实我讲 马大玛利亚真的是需要我们 值得我们学习 他在这里仍然称呼耶稣为主 他仍然相信神会应许耶稣所赐的 他的信仰我们可以说没有垮掉 很多人经过拉撒路这样的事情 信仰就垮掉了 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他跟耶稣在哪里对话 马大 他哪里跟耶稣讲话 在村子的外面 耶稣有没有进到博大尼 没有 你想以前耶稣跟门徒来的时候 直接进到博大 叫他们家去 对不对 吃牛肉面 吃水煮鱼 吃得挺好的 这次马大有没有让耶稣进去 没有 连村子都没给耶稣进去 你想 朋友来找你 对不对 然后呢 他 你去接他 他一路过来坐飞机开车 坐飞机来 坐车劳累很辛苦 对不对 结果呢 你 开车去的机场 你不带他回家休息 也不带他去吃饭 在机场跟他聊 聊点神学 聊了好久 你知道 你这样 你这样态度很好吗 我觉得态度不是很好 非常不好 然后呢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好 其实呢 一般的神学家解释 马大讲这句话的时候 态度是不好的 他说不是 我们看起来没有感觉嘛 因为这个文言文 不是 就是半言文翻起来 好像还挺好 但是呢 按照现代的口语来 反映的话是什么 就是 你怎么现在才来 怎么人死了才来 他的意思是这样 是吧 那马利亚讲话 其实也是差不多 他也是说 他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的兄弟 也是一样 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兄弟死了才来 这个腹腹在他的脚前呢 可以说是重重的 摔在地上 可以是敬拜的意思 有人说要敬拜 但是也可以说是什么 是因为激动的摔倒 马利亚看到耶稣说 很激动摔倒 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 人死了才来 你知道 但是again 这两个姐妹 都称为耶稣为主啊 他们虽然对耶稣 可以说很 很难过 很失望 你怎么现在才来 但他们仍然称呼耶稣为主 他们在理性上 还是相信耶稣是主 在情感上呢 弟弟刚死嘛 他们觉得很难过 很痛苦 他们对耶稣很失望 在当下是可以理解的 你知道 那 again 这两位姐妹 在跟你说讲话的时候 耶稣在哪里啊 他是在这个村子 这个村子 还没进村子嘛 在村子外面 你知道两个姐妹都是一样 他没有说 请耶稣去到家里面 啊没有 就在村子外面 迎接耶稣 这个 你会发现 我们的神 是一位绅士 就是说 你要让他多靠近你 他就多靠近你 你让他留在村子外面 他就留在村子外面 你让他进你家 他就进你家 你让他进到你的心里 他就进到你的心里 就只要问你 今天耶稣在你的哪里 他是在村子外面 像个客人一样 啊 这是礼貌性的接待 还是说 你让他进到你的家里面 你为什么 跟耶稣这样一个关系 是不是因为 你过去什么事情 发生个拉撒路 这样一个效应 让你对耶稣 有一点怀疑恐惧 还是说 你个人就不太认识他 我想问你 今天你跟耶稣的关系 是在哪里 第二个呢 我叫做后见之明 这个后见之明 等一下解释 什么是后见之明 就是你们知道 什么是先见之明吗 对不对 先见之明的相反 就是后见之明 那等一下我解释 你知道我们刚刚读 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拉撒路死了之后 耶稣会来杀复活 这个你知道 十一章很特别的地方 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是它发生在 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前面 你说这牧师不是讲废话吗 洗脏车单舌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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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 十二章 十二章 这辈子的时候还没有发生 当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 他突然插播了进来 这么亮就是那个十二章用香膏模组 但这个章节是后来人分的 但是point是 这时候这事情还没有发生 那约翰福音大概是在 他们就是 人家估计好 主后九十多年的时候写的 也说这个时候呢 是六十多年之后 这事情发生六十多年之后 主约翰往后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再来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这个是当时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他在写第十一章的时候呢 他把十二章这个情节先放到里面去了 就是说十二章的时候 玛利亚会告耶稣 但是他先把它写下来 你们发现玛利亚跟玛大 如果你们读过十二章的话 玛大在第十一章 对耶稣是这个非常的紧张 绝望 但是到第十二章呢 玛大为耶稣预备言习 Again 大摆言习 那玛利亚呢 在第十一章的时候 他对耶稣可以说是 生气失望 但是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 他打破他一生的积蓄 用拿大香来告耶稣 所以你知道在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 这姐妹俩对耶稣的态度有个天壤之别 那我请问你 这个姐妹在第十一章的时候 当上拉圣路死的时候 他们知不知道耶稣会让他复活 这就是这个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知道是什么 他们知道是我们请人去请耶稣来 耶稣不来 故意不来 等人死了之后他才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对耶稣非常的失望 很生气 那我们中国人说 这个先念之明 什么是什么叫先念之明 就是事情上面发生 你就大概会预知 我就跟你讲 这孩子啊 这朋友不能教的 你怎么教的朋友 你看 现在后悔了吧 对不对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对不对 先念之明 我说 你还没有发现 这股票会涨会跌 这叫什么先念之明 那如果当下不看不明白 事后再看才明白呢 我们叫后见之明 有人叫后见孔明 你们听过后见孔明 事后诸葛亮 对 你知道 因为我刚刚讲过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对不对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跟随主就是这样子 这信仰的道理就这样 你当下不明白 可是事后才会明白 要等了六十年之后才会明白 如果你在当时放弃的话呢 你永远不会明白 所以这是马大马利亚 值得我们学的地方 其实不明白的时候 仍然在敬拜耶稣 他们仍然在说主啊 主啊什么的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事情发现的时候 我们当下真的不明白 就像我们在拼拼图一样 拼到当中这是干嘛 这是干嘛 现在很多人会去的 就直接看最后的答案 但是如果你乖乖的拼拼图 不知道的话 你不知道这个片放在那边干嘛 就是拼拼拼 拼完之后就 原来这一片 在这个地方是这个作用的 你拼完之后 才会有一个后见之明说 现在这个地方 这一片只有这样一个位置跟意义 你知道吗 所以 使徒约翰在六十年之后 在往后来看 往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发现 六十年前 耶稣有没有迟到 耶稣没有迟到 而且耶稣是怎么样 他是准迟到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相信说 一个人 死的话 三天之内 他的灵魂是可能会回来的 但是四天之后呢 就是他们算是死透了 就没有希望再复活了 所以耶稣 故意在这个 拉萨路死了 第四天 他才回来 因为 一般的以色列 他们相信说 这时候 这个拉萨路已经死透了 他再也没办法复活 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耶稣这时候让他复活 表示他真的是神 他真的是生命的主 你知道吗 那 你知道 犹太人看起来不可能的 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他们当下想的 他们后来再看 这个事情 耶稣有可能 因为这样一看见 马大会再次的来 这个招待耶稣 百世宴行 马尼会 会请 这个 倾倒一生的积蓄 来高谋耶稣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 耶稣要多待两天 你们现在知道 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 因为 因为耶稣要提示他们的信心 你知道 我们 我们很多人以为 你是有信心的嘛 对不对 我们不但有信心 不然怎么跟随神 但是讲 我们的信心 其实是可以不断成长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过程 你知道 有些的信心呢 是在病床旁边发生的 其实马大马利亚 一定知道耶稣 可以医治拉撒路 才会请耶稣来 医治马拉撒路 但是呢 耶稣不但要他们 有病床旁边对主的信心 要他们要什么 有坟墓旁边对主的信心 有些信心是在坟墓旁边 才会被提升的 我不但是医病的主 我也是生命的主 我也是复活的主 你知道 其实这个不只是为了 马大马利亚 也是为了主的门徒 为了当时的犹太人 你知道 耶稣的门徒 他们本来是一些 没有见识的小民 你知道 渔夫啊什么的 为什么后来可以成为 伟大的使徒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 后见之明 他们看见拉撒路了 哇 耶稣使他复活了 你知道 他们认识到什么伟大 所以他们生命 他们心里有个 很大一个提升 而讲实话 其实神本来就是生命的主 耶稣本来就是生命的主 这个不是什么新的事情 但是他们可能头脑知道 他们心里不认识 他们的这个信心不够 所以要经过一些事情 拉撒路的效应 才被提升起来 说啊 主啊原来真的是新的主 我才会明白 这个主耶稣的作为 对我姐妹 所以有时候 你现在看一些事情 看不明白 或者肯定有些事情 你看不明白 没有关系 你就说主啊 我相信你是主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断的去信靠主 就发现说 哦 原来如此 的信心会有个提升 我就知道很多人 听过一个故事 叫做 沙滩的脚印 你知道吗 脚印 对不起 沙滩的脚印 就是这个故事 是来自于一个美国人 一个真实的美国人 他的梦境 他就是那个 那个人叫玛丽 有一天他在做梦的时候 他就梦到说 他在这个沙滩上行走 哇 那个金黄色的沙滩 徐徐的海风 那个蓝天很漂亮 很未来 他就很开心 他在行走 他就不断想想 他人生的一些事情 这个他的 看到他在沙滩上 留下了一排足迹 然后他后来信主之后呢 信了耶稣说 他发现 那足迹变成两排足迹 就两排的脚印 他就要说 这个另外一个脚印 是神的脚印 耶稣跟他一起在行走 哇 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温暖 但是他很难过是什么 后来呢 那个天上的蓝天 变成阴天 开始狂风暴雨的时候 他发现那个 沙滩上的足迹 怎么变成一排 一排足迹了 就只剩一排脚印 他就说 哇 怎么会这样子 当我最希望的时候 当那个暴风笔来了的时候 你在哪里 怎么变成一排脚印而已呢 神就回答他说 孩子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那一排足迹 是我背着你在前面 行走的足迹 那这样一排足迹 是我在背着你的 不是你的脚印 那是我的脚印 你知道吗 神对我们不离不弃 这个事实 从来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不认识 我们可能头脑知道 我们唱很多诗歌 听完 但是我们心里面 没有那个认识 一定要经过一些 拉撒路的效应 一些事情发生之后 才会有些后见之明 原来神真的对我是 不离不弃的 你知道吗 我们以为神缺席 其实神一直在背负着我们 神还一直爱我们 我们需要经历之后 认识到神祂的属性 弟兄姐妹我要问你 你今天在那属灵的 信仰旅程当中 你是在第十一章 还是在第十二章 你是在第十一章 还是在第十二章 你现在正在挣扎当中 主啊 你在哪里 怎么会这样发生呢 还是你现在已经明白过来 开始敬拜主说 主啊 你真的是生命的主宰 你知道我们很多人 会对神失望 因为我们对神 有一个很深的误解 就是我们会用人的方法 来揣摩神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控神 我请人来 我请耶稣来 耶稣就会来 来了之后呢 他就为我的弟弟医病 我弟弟病就好了 结果耶稣没有来 然后我弟弟死了 我就很失望 这就像 我如果我祷告 我聚会的话 那么神就要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结果没有那样发生 那我就不要祷告 那我不要聚会了 你以为你可以掌控神 对不起 结果是在于神 不是在乎你的掌控 你知道 小组长 可能会被你掌控 牧师可能会被你掌控 但神 不会被你掌控 那当然神不会被我们掌控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说 马大马利亚请耶稣来 耶稣不来 他们很生气 他们很失望 那你想 你生气失望的时候 神会不会行神迹 可能就不会行神迹了 结果耶稣还是行神迹 你想说 奇怪 我请他来的时候 他不行神迹 我现在觉得很失望 已经没希望的时候 他又行了神迹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结果 从来不在我们的手上 但是我们可以为我们 那个过程来努力 主啊 我要一直来相信你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 马大跟马利亚 其实他们在一个失望 甚至绝望当中 他们仍然在敬拜神 称呼耶稣为主 这时候呢 这个真实的敬拜 那个信心会升起的 我们一个很大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信仰道路上 很大的困难 就是我们把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爱跟舒适 画上等号 你爱我的话 你就让我舒适嘛 对不对 这是人对爱的定义 对不对 你想 是不是 你爱我的话 就买包包给我嘛 对不对 你爱我的话 煮面给我吃嘛 你爱我的话 就会服侍我嘛 这是人对 这个爱的定义 right 我们想说 谁是这样子嘛 你爱我的话 就让我舒服 对不起 神不是这个 对爱的定义不是这样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什么是爱的五种语言 你不知道会问你 会问你小组长 那师母呢 他感受到被爱的方式呢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 肯定的言语 跟今天的时刻 那牧师呢 是这个 服侍 服务跟礼物 我不知道你 你的爱的语言是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 神的爱的语言 应该是什么 神没有爱的语言 神他就是爱了 但是如果你要对神 表达爱的话 你要怎么做 你知道吗 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 你一定要怎么样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怎么样 信有神 且信他的赏赐 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如果你要来 就是来取悦神的话 你一定要端有信心 什么是信心 你们知道吗 不是在他的presence 才有信心 当他安眠的时候 不在的时候怎么样 也是要有信心 这才是信心啊 你知道吗 那我们都知道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 赐给他们 就要怎么样 就要一些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而永生 什么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就是信心 我们要信 你知道 我不知道在这边 今天有没有人愿意说 即使在 约翰福音一 在第十一章的时候 我仍要 敬拜赞美神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这样的人 好像一样 你会经历的 马达马利亚的突破 会进到约翰福音二 那 我们来往下看 复活造于耶稣 我们一起来读 来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 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生忧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 这人是何等恳切 其中有人说 他既然看了 瞎子的眼睛 阿们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说 耶稣他的情感 特别对这三姐弟的情感 耶稣也会哭 那 有人就说 年纪大了 没办法背 圣经经文 没办法背的话 你就背这个 约翰福音 十一章三十五节 这四个字会背吧 耶稣哭了 好 耶稣哭了 那耶稣哭了之后 结果呢 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有两种反应 一个说什么 你看 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说耶稣那种爱拉撒路 另外有些人说什么呢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意思就是说 他早来几天 拉撒路就可以不死了 言下之意什么 还是在怪耶稣迟到 好 迟到 听众姐妹我给你讲 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你 不可能 你看 连耶稣哭了 他会被人家议论 更加是我们呢 对不对 更加是我们 好 你知道 假实话 没有主生命的人 喜欢讲风凉话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 不要求人的荣耀 但要求神的荣耀 好 我们再来很快点往下看 他说 耶稣又心里悲叹 又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是个洞 有一块石头挡着 也就是说 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神的姐姐玛大 对她说 主啊 她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她死了 已经四天了 好 那他们把耶稣 带到拉撒路的坟墓前 当时的以色列人 是马上下葬 他不会等个什么 什么头期 什么后期 没有 他们就马上下葬 那耶稣要他们 把这个坟墓的石头挪开 马大就说 哎呀 她现在是臭了 好 已经是第四天了 好 所以一直就说 不要开心 大家会有一个味道 好 那我们在这边 看到一个属灵的应用 好 请问在第十一章 从到尾 耶稣有没有进到 他们的家里面去 没有 在外面 好 到第十一章还是进去 第十一章 他是在外面的 那 那这个 这里呢 他们带耶稣 去到坟墓那里去 这个坟墓 什么应用来说 象征着你埋葬的地方 你埋葬 你拉撒路的地方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你不想 弹起来的 让你很失望的 你不想处理的 很痛苦的 有恶臭的 可能被拒绝 被出卖 或是 你这样让我太难过 太失望了 你在那里埋葬的拉撒路 那边让你对神的信仰 有些许的怀疑 其实你想 耶稣可以自己挪开 那个石头 我想可以啊 耶稣可以平静风浪 让我先吃饱 石头小case嘛 蛋糕一块 一定可以挪开的 但耶稣为什么要人 把他挪开 你知道吗 这边有个意义 就是说 他要我们自己 把我们的石头 给挪开 他给我们自由意志 他不会intrude 我们的这个意愿 就像我们要自己 把心门打开一样 again 你知道 我们的神是因为生事 你让他留在村子外面 他就留在村子外面 然后进到你家里面 他进到你家里面 你的石头要挪开 他要帮你处理 不挪开 他也不会勉强你 你要不要出你的垃圾 那是你要做个决定 我相信今天 神在对我们当中 你现在说话 带我去到你心里面的 那个坟墓里面去 那不是一个物理位置 那是一个你的伤痛 一种情感 一个痛和回忆 一个一种 你心里面一个 可能这一时 很难平的一个地方 带我去到那个地方 那那个地方 你用石头 撕撕的挡住 不让别人闻到 里面的味道 耶稣说你如果 愿意带我去的话 挪看的石头 在那里会让你复活起来 但是你需要自己愿意 你知道吗 那耶稣在第43节 那边他就 他说了这话 他大声呼喊说 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 叫他走 耶稣大声呼喊 拉撒路他就出来了 哈路亚 这个四天之后 supposedly已经死透的人 现在复活了 这个马达玛利亚 很绝望的一个时刻 现在转化成一个 非常令人兴奋 一个做见证的时刻 那耶稣说 把他的这个手巾 我的布 把这个挪开 解开 象征让这个拉撒路 完全的释放跟自由 这一章里面 太多的东西可以讲了 但是我们今天 没有时间讲这么多 那在结束之前 我要再讲两节 是非常重要 这一章里面 非常重要的两节 我们一起来读 好 来 对不起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者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 信主的人的 好消息是什么吗 不管你在第十一章 不管你在第十二章 不管你十一章 有多长 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 就是你的结果 是已经定的 是什么 你信主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也必复活 你知道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让我明白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听着 那就是 死后还有 生命 所以耶稣才会说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我们现在很多人 头脑知道 对了 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 心里面不明白 你知道吗 你需要经过 像拉桑路事件 来说 你到底在哪里复活 像我在十几年前 跟大家讲过 我得过癌症 医生说是四期 那时候我去上网查 我的 我的生命 寿命 大概 那个癌症的 我那个癌 大概存活率 五年之内 不到百分之十五 你知道吗 那两年之内 我就去看那存活率 那我就问我一个问题 我到底 像没有复活 对于你 像没有复活 很多人其实 不相信 为什么 一直在为地上的事情 那边努力 要讲 那边讲一些闲话 干嘛 没有意义 为什么 他们不相信 死后会有复活的 讲这些话 会被审判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活着 还是一样 为什么 你停留在 纪念十七 你没有见到 纪念十七 你进不去 你知道吗 耶稣告诉我们 他就是复活 他就是生命 如果你相信 耶稣掌权的话 你会活着 很不一样 你知道 我们相信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要去跟主争那个结果 为什么我弟弟死了 为什么我弟弟没有复活 但是我们真的是什么 那个过程 过程当中 我主 我相信你就是主 我要不断地来敬拜你 我的信心要被提升 很多信心没有提升 信心里面就一直在碰到很多的荆棘 我就不信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 死亡不是一个结局 死亡只是一个过程 你们知道吗 那个海伦凯勒 他两岁开始 得了一个病 就是又聋又哑 那他后来呢 经过老师的这个训练 他会表达 就是后来成为很有名的一个作家 他就表达对死亡的看法 他说 你知道呢 从在世到离世 其实就是从这个房间 进到另外一个房间 那对你呢 区别可能不大 但是对我呢 有极大的区别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当我进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 我就能够看见了 那个 那个Billy Grant 他也说 他说 他在2018年去世 他说 有一天你会听到Billy Grant 格里汉去世的消息 你千万不要相信 因为那一天 我会比任何时候 更加的有活力 我只是换了一个弟子而已 就姐妹 你真的相信你会复活吗 死后还有生命吗 你会活得很不一样 你会 你会 就这只是一个 Triple 11的过程而已 这个是拉萨路效应的 这个过程而已 你会活得很不一样 对基督来说 死亡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各样的开始 我们可以跟天上的 我们可以在天上 跟家人朋友 在那儿相聚 跟耶稣可以相聚 那是多么好了 再也没有养力 再也没有悲伤了 所以无论你的拉萨路是什么 无论你的生命 生命里面的难处是什么 我告诉你 耶稣祂是生命 耶稣祂是复活 祂叫你的拉萨路里面 祂叫你的拉萨路会活过来 但是你要带祂去 到你的坟墓里面去 把那石头自己挪开 你知道 我不知道你的地上的 十一章会有多长 你的翘翘流会有多长 但是耶稣 你问你写下的第十二章 你会复活 你会有生命 会跟 会延迟永远的在一起 那 我想问我们当中的人 你真的 认识耶稣吗 门徒们不认识 讲实话 马达玛利亚 也不认识 到这章的时候 他们还有一个 突破性的转变 说耶稣祂真的是 生命的主 祂是复活的主 如果我们当中 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话 我要邀请你 你是不是愿意 来接受耶稣 和你个人的救主 当你相信耶稣之后 你可以从11 知道 以后会进到 12章里面去 在那里 你会得到 永生的 永恒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在这个早晨 你再次的告诉我们 主你是生命 你是复活 主要我们不知道 现在我们当中 是不是有些人 在经历一些 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第11章当中 还是我们的人 都在第12章 都在敬拜赞美 这在 这就是在 这样一个 接待你 一个感恩的当中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求你 给我们像这个 马达玛利亚 这样的信心 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他们信心 仍然是在的 他们称呼你为主 你包住我们 称呼你为主 主啊你真的是 我们的Lord 你不是只是一个救主 也是我们的Lord 你是我们的主 包住我们来敬拜你 包住我们来敬拜你 主啊 圣灵这时候 求你真的是 坐在我们当中 有些人 他们是有些坟墓的 心里面 不想打开 因为有些恶臭 他们觉得被背叛过 他们觉得被欺负过 他们留在里面 他说主啊 那地方臭了 我们求你这时候 来做下个真正的遗志 让那个拉萨路的效应 是一个正面积的效应 不是个负面的 主啊这事情 只有你能够做 所以主啊我们求你 这时候恢复 弟兄姐妹们的信心 恢复对你们 那个真正的敬拜 让我们在 痛苦绝望的时候 仍然能够来敬拜你 从你为主 从你为王 主啊 做到我们当中 医治我们 改变我们 阿雷 妹姐妹我们一起来 唱这首诗来回应 好不好 让我们在正面当中 我们的信心会 不断地生起 对主有个突破性的认识 都是个过程 重要是你要更多 让你来的认识主 阿们 阿们 我的口 好 来 我的口 要不停赞美 我的手 要不停高举 一滴心虚 是我的信心 每个困难中 从我经历升起 在美中 信心不断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升上 你的心事 伤到重藏 你离应许 你离应许 从不落空 在美中 信心不断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升上 纵然前路迷茫 我心希望 你的心希望 你离花式灵 照亮前路 你离应许 在美中 信心不断升起 在美中 泪水中 不断升起 在美中 泪水中 从不落空 在美洲 心心不断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到身上 终然潜入密码 我心失望 没有花式的照亮前方 我们现在给邮姐妹一些实践 你可以来回想 现在的心里有什么事情是你 还是过不太去的 有时候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 气又上来了 你说你饶恕了 你说你过去了 你心里还是在念 念那个人 念那个事情 也没有过去 那个拉撒路的效应还在 也是一个负面的效应 各位姐妹好不好 你愿意的话 我鼓励的时候 带耶稣到那坟墓前面 你抓似的 我不要把你的留在村子外面 进到我的家里 进到那个我不想带人去的地方里面 主 来对付我里面的问题 带点信心 你不要觉得 这种祷告没什么 带点信心来说 主 我信 我愿意来对付 主 我帮我 其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在这样一个困难当中 我来赞美你 主 你知道我们的问题 我们家的问题 我们家的经济的问题 我们的婚姻的问题 所有孩子的问题 主 我过去曾经失望了 我说主 我你在哪里 怎么没有show up 还告诉我之前 爱我才没有show up 这怎么可能 你真是joke 主 今天我 我来到你面前 我说 我相信你 这是我的信心 其实我不明白 我在软弱 我在失望当中 我仍然选择 相信你 敬拜你 来说服 这个才是我的敬拜 所以我现在在敬拜当中 你会带我进到12章 第12章里面去 好 你好姐妹 花点时间 我到主的面前说 主 我带领我 不但要头脑知道 你是主 我心里面 要来说 承认你真的是那生命的主 复活的主 求主来盖面我们 更新我们 我们当中有没有些人是从来没有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 我今天想给你一个机会 一个时间 你说 是的 我要跟我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 我要来接受他为我个人救主 让他洗尽我的罪 我要进到那个有亏的生命里面去 如说这样的人 你也把他所举起来 说主 我是的 我愿意 我来接受你 我来相信你 把我这个机会来 让你跟耶稣的关系 从罪到罪 好吧 约非三条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而有生 我怎么样 讨生喜悦 就必须要带着信心 来接受 我们这样的人 说主啊 我愿意 愿意来接受你为我个人救主 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说我要接受耶稣为我个人救主的话 好不好 你只好旁边的基督徒 我给你笑着 他会说 我今天要来接受耶稣为我个人救主 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 我才能够多久 把握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 让我再带一个祷告我心来唱 副歌好不好 求主来帮助我们 带着信心来敬拜祂 阿们 阿们 没能够多久 祝福对лич 祈祢的依序 终不若空 在美洲 星星不满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深潮 终然潜入迷茫 我心希望 祈祢的依序 终不若空 在美洲 星星不断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深潮 终然潜入迷茫 我心失望 祈祢的依序 终不若空 在美洲 星星不满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深潮 终然潜入迷茫 我心失望 祈祢的依序 终不若空 在美洲 星星不满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深潮 祝祢的依序 终不若空 在美洲 星星不满升起 泪水中 我依然高深潮 祝祢的依序 终不若空 祝祢的依序 终不若空 祝祢的依序 终不若空 elas MIRA 抹水中 我心失望 祝祢的依序 终不若空 祝祢的依序 终不若空 祝祢的依序 我心失望 祢的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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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不若空 让很快的过去 这是我们所求的 这是舒适 我们心里面的舒适 但是主啊 我们向祢求的是一个 更大的信心 祢让我们 在第十一当中 能够像马达马那样说 主啊 主啊 祢要做的 神必定会成就 让我们大家一个信心 来敬拜祢 主啊 帮助我们 是群有信心的基督徒 下方的伦徒 好像我们也可以 像这些使徒一样 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 有这个后见之明 我们可以来敬拜祢 服侍祢 让事情都知道 祢就是那主耶稣基督 改变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信心 祝福西雅图林郎塔 成为一个大有新鲜的教会 主啊 我们感谢祢 祢会坐在我们当中 坐在我们当中 我们谢谢祢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耶稣 在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说 阿们 阿们 愿神祝福弟兄姐妹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